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什么变化的 这个外观 根据资料来看仅仅只是车身高度 微微降低了10毫米 然后在外观方面可以花9800元选装一个电动的踏板 当然这辆车并没有选装 在外观方面也就是这点变化了 这台车在中期改款之后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的动力系统 我们边开边说 改款之后 科西FAR最大的变化是它给这套原本2.0T加9AT的动力总成里面 加了一套48伏的轻混系统 虽然说整套系统它的综合的最大功率跟原来是一样的 237马力350牛米 但是由于这个48伏轻混系统的加入 这辆车它在无论是起步 包括还是中途的再加速的情况下 它的动力输出的顺畅程度会比原来来的更好 特别是在你从起步开始禁止一路加速往前走的时候 在换挡这个区间啊 它并不会感觉到很明显的动力中断的怎么样一个情况 另外这套48伏轻混系统的加入呢 让这辆车的起停系统在启动的那一下非常难以让人察觉 启动的非常快 而且振动也很小 所以这是48伏轻混系统加入所带来的两个比较明显的好处 当然说明显也是稍微有点夸张了 因为这套系统其实它的存在感并不是特别强 但是就会给你带来这些很细小的变化 另外有一点我个人的主观感受 就是这套48伏轻混系统的加入 让这辆车的变速箱在二三档时候 原来的那种顿挫感好像是稍微减弱了一点 但是它的这个油门踏板的调校在初段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过于灵敏了 原来的昂克奇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现在会稍微好那么一点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油门踏板初段稍微沉重一点 或者说是慵懒一点 特别是对于这辆车来说这么大的块头 而且又是主要用于家用或者是商用的车 油门踏板的初段调的那么灵敏 让这个车稍微会有一点窜 多少有那么不太匹配这辆车的气质和性格 再有这辆车它现在增加了Auto Hold的配置 这个真的是终于加上这个配置了 之前的昂克奇包括昂克奇的AVR是没有这个配置的 我之前在等红装的时候这个脚非常痛苦要一直踩着刹车 现在可以很轻松的把刹车拿开了 还有一点现在新的昂克奇是标配了换挡波片 就是这两个小波片 但是它还保留了通用非常传统的在原本波片这个位置 左右各两个按键用来调音量以及前后切割的 所以它的这个波片只有上面这一小段并没有很大 所以你用的时候还是要稍微适应一下 在其他方面这辆改款之后的昂克奇AVR 跟之前一样 这底盘非常的扎实厚重而且整个车的隔音也表现得特别棒 还是维持了一贯的这个昂克奇 包括这昂克奇AVR的这个行驶品质的一个高水质 中期改款之后这一款昂克奇AVR的指导价是降低了2万元 现在是35.99万元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Auto Hold以及换挡波片这两个配置的增加 它把前排中央服务手箱里面两个USB接口给取消掉了 除了这一些在其他配置方面就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 在第二排的方面那边有老板件 这边电动的调节腰托还有座椅按摩 第二排的独立空调还有第二排座椅的加热跟通风 这些所有的配置都是有的 所以这辆车的第二排可以说是一个能够满足商务需求的这么样一个车型 当然它的第三排空间稍显还是那么拘束了一点 除此之外整个车这个内部豪华氛围感非常的棒 但是除了第三排空间 这个中控屏在当下这个时代还是显得小了那么一点 不过总的来说对于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 这辆昂克奇艾维亚在降价之后 它的性价比还是有所提升的 如果你同时有家用和商用这两方面需求的话 这辆昂克奇艾维亚还是一款非常不错的产品 好吧这就是这一期的卡路里兄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